Magica 1724 这个问题呢 也比较要紧一点点 因为邱先生又卡来 咱就先剪 你要看 他的这个番茄 哇 有点点 我可以说 怎会都这样 啪下去 都这样 啪下去 你看 真的就是 人家说啪下去 听众朋友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很容易是啪下去 它不是只有粘 不是只有枯萎而已 可能就是直接快要啪在地板上 所以他这个番茄 邱宇你到底是怎麽 因为应该是 这个这个腐霉菌 然后疫病 甚至呢 因为这个 他的这样湿水会流下去 对甘米来说大概的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去怀疑的 已经一般都是 去看这个青菇病 但是青菇呢 德索在这个 接近土下边这家有这个不定根产生 这个老你如果把它切开 稍微把它切一下 应该都会有这个老藤老藤 所以 这个大体上 有这种的这个情形 但是你这个看起来在无头 看不出有这种不定根的这个这个产生 所以我 当然你不咬我不知道 但是 看起来不太像 而且又是架接苗 那么架接苗 如果是 上面如果没有接在肚子 那么他有可能 他会流下去 他的尾雕 尾雕呢 有几种的一个 那细菌呢 这种当然就是 青菇病 但是 这个应该 不太像 所以目前看起来 应该就是这个 比如说像 尖刀年包菌 这种菲萨 那么这个菲萨呢 啊 年包菌呢 也 也这个 但是年包菌在烈的时候 这种菲萨的这个部分 会把他的这个白兔雕 那么这个菲萨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菲萨的白兔雕 就存两个 存两个呢 一个是这个疫病 比如说你在那个无头 那个所在 有些小肥肥肥肥肥 一种的 那么 是这样 这应该就会看到 应该就是这个疫病 那么你说无头 这个所在 就不肥肥肥肥肥 把它切开 把它拆开 也不冷 那么 这个你就白兔雕 因为 有冷就是这个 细菌性的一个微雕 细菌性微雕 细菌性微雕 就叫青菇病 这就白兔雕 那么 如果是 烈 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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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白兔雕 有生过生过生过那种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也会练 这疫病 那么再刷下去就是这个腐肥病 腐肥病的病 所以这个呢 大体上 看起来的 那么一般通常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 是这个病 那么这个这个病 很厉害 因为对 这个 这种病痕 对这个 对这个 对 对回归 是一个 非常致命性的 一个 这个伤害 那么一般通常 他如果是钓到的时候 就是 他的 会比较根毛 那筋 一条 但是呢 你都没看到他有筋 那么 他有这种的 这个情形 然后如果是会烈的 筋就是说 不太大 还没吃水 所以大体上 因为他的根毛呢 这个 他感染 所以呢 很容易呢 大量吃水 尤其温度 那里得比较高 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呢 那么 在隔温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呢 来给他发生到 这种呢 这个这个 现象 所以 这应该是这个 悲信 悲信 有人说叫悲信 哎 反正呢 就是腐霉菌 就是PYTHIUM 这是拉丁文 那么 这个东西 基源是拉丁文 到底呢 那么 他若是在宅子 宅子 宅子 发生的时候 他的 中央 有的速度 还是不然他速度 他就倒下 那么 这通常 我们就会去 叫做 叫做 出导病 Deming off Deming off Deming off 那么这个Deming off 出导病 有可能是这个 Rachicotonia 或是在宅子 那时候 就是说有根腐病 但是 这一般不太是 你这目前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应该是 这个 股霉病 股霉菌 这个 那么这种悲困 含义病 这个 这个很类似 所以呢 只是说他更难产 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时候 这个东西 这个 很难产 这 嗯 很难去处理 那么 在在管理的一个 这个当中 比如说有的 是温差 比较大的时候 就很容易 有这种的 这个 这种 危害的一个 这个发生 那么 比如说种百合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呢 啊 出现这种 这个 他的 这豆子 怎样的 这怎样的 这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有这种东西 比如说豆子 豆子 他也有这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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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个 这种 这个 种植上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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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連作的這個其中一部分 就是由這個地方來 那麼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你現在開始 這個 因為有可能 因為 這個沒紅燒 那沒紅燒大概我們會去看到 應該不是疫病 應該有可能是疫病 跟這個腐霉菌的一個效果 來給他這種 這種發生 那麼大概是這個這個情形 那麼 他那個長頭那個所在 長頭那個所在 如果有這樣 幸福幸福 這個通常 我們會很直接判斷 應該有是這個疫病 那麼 但是他 人在暖就比較沒那麼明顯 但是你這個看起來沒什麼筋 沒什麼筋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百姓 這個 這種叫做 美菌 來給他這個感染 這個在回歸裡面 在這個腦子 啊 這種真正的 這種這跟疫病菌 要一樣要一樣 那麼 他們同鄉的作惠 就是很容易 那麼 在這個 歸子呢 就 發溫落就溫落 這個回歸很害怕 就很害怕 這種 那麼這有時候 到的時候 一兩天 他在變化的時候 那麼就很容易 來給他 那麼 目前 目前在管的時候 大家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個抗病的 一個這個根栓 譬如說你用的這種 啊 這些 這些雞子頭 這雞子頭 有的其實 呃 這種 不太不太 抗腐的病 有可能呢 他那個是不是有什麼樣的 這種 還是 這不一樣的雞子頭 這個呢 這近年有一年 有一年呢 那麼 在這個 他的紅骨 對不對 那時候 那個就很出名 這個雞子頭 那這種雞子頭 摘的 這個 感冰的 很多 這樣都要 連連連連連連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 那麼 至於說要怎麼來幫他這個處理 所以 目前就是用疫病的這個藥 用藥這個藥 或是說他吃不下去 所以你一定 啊 這種在灌的 不是只有沒頭 在那個 牡蠔面 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都要把他灌給他 那麼 這是一種 土壤傳播性的 這個病害 那麼在 溫度比較高的時尊 就 比較容易來 這個發生 那麼 比如說 這個 投用的 這個 因為我們可能 EC子比較高 是怎樣 也是會 也是比較容易來發生 這款的一個這個 這個情形 這在 在 我自己在在災培的這個 當中 正經 原本有1區 那塊 是以前他們種紅菜頭的 種紅菜頭 紅菜頭 很容易高 意思的 所以他們會去 去 帶這個 海鮮來 囤 囤 讓他 耍地 耍地 那麼 我 鳳凰 去種 甘蜜蜜 種這個 肉爐 把它種 1區 剛好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分 二地 要兩分 地 全部都死 開始生 開始在整個第三個火 開始就一直死 一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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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一直灌 這個 灌沒什麼東西回來了 所以這有 9EC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在灌的時候 那麼 應該是這個 義工堡 你要對在處理 就是說 義工堡的這個目標是 要控制 這個 EC子的這個問題 所以 一種 這進行 以臺灣有人在種甘蜜蜜蜜會去 會去 滾牙海水 他們有時候會去滾一點點海水 甘蜜蜜 要給他提高鋈含量 不是我們裡面的 有的灌一個太多 那我怎麼會死 就是這個 水灌比較高的煙 所以他認為這樣應該的水 如果含煙量高的時候 它發白會比較嚴重 所以這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有時候 所以目前在營 基本上這個油 就是說 這有的人會建議說 叫你用什麼 有多年啊 還是什麼樣子 營也好 這樣 美麥克這個都可以 但是這裡面 這個都是可以的 這個都是可以的 好的 好 那麼固定時間要把他灌灌一點 那麼就是說這個營 營肥尤其安泰營 比較高 這個營肥尤其安泰營 一定要注意 這個 不能太過頭髮 或是他會更嚴重 這個白線呢 嚴重啊 有這種人的情形在內 所以給我們好朋友 請 不過 那麼應該是 這個問題還是比較大 所以 這個要 還是 要 還是 還是要去 定期 定期 這個營肥尤其安泰營 還是 5分 那 去 該灌 還是要灌 這個東西 因為你 有人說 這個沒有在裡面沒有疫病 疫病也有一些 這些 其實濕度高 溫度高濕度高 因為我們淫水 很容易有一個疫病的三線 所以這個還是要 還是要處理 讓你稍微做常客 大概是 這個處理方釋 那麼 這個 男人 不介意 公司 多灌兩倍 很快 這個 大概一個 兩倍 一般你如果在那邊灌下去 就在那裡 那麼 一台第三倍 那麼你要保持到那個主委 不要太過頭 不要太過頭 但是 當然也不可以沒水 因為 這個營肌 大概是要處理的一個方釋 要讓我們 去聽眾朋友 那麼你稍微做 掌課 嗯嗯嗯嗯